大家好,我是粉絲,今天我們玩黑色SummerMobile 沒錯,殺很大的手機遊戲 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紹全新的職業覺醒大改版 那這個呢,就是所謂的全新職業覺醒 等級上限提升到70級 回隔的玩家還可以支援任務 覺醒時代降臨啦 好,那這是有所謂的大改版 反正就是有這個全新的職業覺醒 假設等級上限70 新增稱號系統 就是新增稱號啦 好,那這邊就是全新的職業覺醒,你們可以看一下 好像以這個圖為例喔,就是說有沒有 完成覺醒就會學到就像這個畫面 那他就寫說暗夜精靈 好,那我們的前提是我們要60級喔 好,所有技能等級完畢可以透過故事來進行覺醒 那這邊是覺醒後可以得到的一些加成 還有他的武器也一起曝光了 好,那這邊還有所謂的覺醒職業武器的一個加換系統 好,深淵裝備還有他的一個注意事項 好,這次真的是一個大改版 好,這邊也看一下有所謂的裝備製作 煉金石的覺醒 好,等級稱號的一個新稱號 潛力突破任務 好,還有全新的據點站工程站的一個更改內容 新增的商品內容 好,全新的大改版 Bug的修正 哇 很不得了喔 好,那這個還有所謂的覺醒時代的降臨活動 我看一下喔 有沒有 那種全新的一個登錄獎勵喔 那重點來了喔 贈送尊爵覺覺醒包 非常大的一個活動改版喔 好,一樣在美簽 好,那因為新改版嘛 所以我又回來練我們的弓箭手了 我剛才有職業在卡波蘭 好,那麼忙一點 好,那些放棄後 好,那些放棄後 好,這裡會不會讓他們 看看,全部放棄後 好,…! 好, moved 好,覺得 好,這樣 好,營稿 很美啊 熱氣 我解到這邊 那影片的最後我們再講一下更詳細的介紹 我們現在先講一下好了 等一下我把後面切掉 這個 全新的這個改版 那主要就是我剛才講的等級上是70 這邊有跟我們提到一些東西 或者是覺醒後的職業的介紹 這邊其實寫的蠻詳細的 然後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個BUG的修正 那這句玩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主線一直下去即可 你可以抽一些光源石 我抽一些文物這樣子 那你們現在看到的是我的弓手職業 我之前不是給你們看過我練很多職業 也蠻有趣的 你們都可以 都可以練一下 不過現在台版越來越大了 台版一直更新耶 我這邊就繼續寫下去了 然后之后也会开启PVP系统 这边再全部进去 好啦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啦